在醫院裏面有一個女士帶著兩個小妹妹 跟另外看不到的兩個人吵架 在拍片 起因是什麼真的不知道 她有一個標題 叫做小女兒最無辜 男私醫院失控爆粗 就是媽媽 還有一句她在裡面有說過 很激動地說 放上Facebook 裡面也有些粗口 我學不完 因為真的會傷喉嚨 她弄了四分鐘左右的片 不斷用最大聲的拆聲來罵人 其實很辛苦 她也有付出 她說小女兒最無辜的就是哪個小女兒 就是她自己的小女兒 她很害怕 她連自己的小女兒也嚇怕了 她的小女兒就哭了 就說媽媽不要這樣 不知道她起因 叫什麼教 什麼事要激動 但是如果加上藍絲兩個字 我想會不會有 因為大家的政見不同呢 比如昨晚我跟家人一起吃飯 在比較多人的酒家 我們在討論新城市廣場的事情 當然中間當然會有個人意見 當然是誰不對 不應該這樣 我一刻想過會不會隔壁走過來打 我一刻想過 現在去到這個時刻 有人在看連儂場 看看被人打了一拳 你知道嗎 新人不是十三拳那個嗎 不是啊 不是 都幾天前的 很多天前的 是不是扭斷了手那個 不是啊 就這樣站住而已 看連儂場也被人打了 看連儂場也被人打了 即是這樣嗎 即是我跟你這樣一距離 你在說話我突然會這樣 怎麼了 所以昨晚 我看場你也打了嗎 有想過我們在酒家叫空中地方 在那裡都小小大聲聊天 我都在那裡聊天 但你有時候要做好一點 起碼自低限度做好 我覺得現在很沒安全感 有人打 說句話 我都要想 我都要想想會不會被人在後跌的準備 即是你都要有準備 剛才醫院的媽媽這麼大聲罵她 其實我覺得可能都是因為 小小政見上大家那個 一個藍色一個黃色 正在爭辯什麼東西 就來了 即是阿快畢所說 其實沿和路都是這樣 幾句衝突 或者他丟了一瓶水 然後他又說什麼 就來了 其實人和人可以這樣打 雪糕堂 就會打架 然後他就說是否死了警 這樣就來了 少少東西就來了 好少東西就來了 好像新城市廣場 可能昨晚也有個女生在聚會問 你們昨晚是這樣的 聊聊越聊越慶 然後越來越多人 今晚6點鐘 要他回答一下 為何會放警察進來 那麼6點鐘就來了 是呀 這樣就來了 所以就這樣吧 我們聊這些事的時候 有什麼好建議呢 小聲一點 我在耳邊說 其實你覺得呢 不是這樣吧 要不要這樣呢 嘗試大家多說笑 對呀 輕鬆一點 我的本行也是這樣的 說笑 比如那天在圓和路 是不是圓和路 是圓和路的 我看到一些反黑的 三學會穿黑色背心的 所謂雜差 那些小聲一點 嘻嘻嘻嘻嘻 就嘻嘻嘻在那群小子的防線上 那些警察就看到我 我站在旁邊 他就說 他 拍著他 指著你嗎 指著我 你沒有動的 我沒有動的 你最多這些經驗 他叫他的那些伙計 這個 拍著他 這樣 有沒有那麼壞 就是這樣 我也不夠勁 但是當時你在做什麼 我在看東西而已 然後旁邊的街坊 露小的 什麼事 旁邊的街坊 反而警察的街坊 露小的 所以我就不要升級了 令到這件事 他現在叫拍著你 應該是拿麥克風的 不是拿麥克風的 現在有一隻是拿麥克風的 對呀 叫那些伙計 伙計 麻煩幫我拍著這個 短頭髮 阿蛇 我說阿蛇 對不起 我想等一段時間 拿著麥克風的 在什麼情況下 他會叫那些伙計 拍著一個人 他覺得這個人 有機會煽動 其他人對他的伙計 即是他不會隨便 或者他眼中他 他會拍著我 也會拍著我 即是你紅 拍著我不知道他 多謝T100 拍著我 很兇 我就笑了 阿蛇 我說 我又沒有戴口罩 我沒有戴口罩 我在衝擊 戴也沒用 但沒用 因為尹兆堅為什麼被人打你 知道嗎 因為不認得他 就打他一棍 是嗎 如果認得他打他一棍 打他四棍 這些就是開玩笑 在這麼緊張的氣氛 最好是說 阿蛇你是不是認不到尹兆堅 所以吐一棍 認到他是不是吐四棍 就是開玩笑 但為什麼會吐這裡 不認得他 這樣兜頭 吐到也會腫 是 如果專程 是無情力 如果專程他死了 尹兆堅 即是他吐一吐 那就是為了身體太弱了 是的 吐一吐都腫了 腫了一棍 一個樓 即是尹兆堅身子弱 是的 在沿和路的泳池外面 我說阿蛇 我又沒有戴口罩 你不就拍我 你只是浪費你的記憶 我說你拍我又沒有東西 我就跟他說 不如這樣吧 不如說剛才那些東西 不如你們收工收隊 去吃雞粥和乳鴨 拍你的人是只拍著你嗎 只拍著我 那你一直走 他就一直跟著你 那你不跟他玩 你不跟他走去廁所 我怕玩他會挑起他 神經事件 你説我尿急阿尿不行 走一會又不急 走一會 我盡量不挑 有多少個人開機的 一堆堆 一堆堆都有 一堆人有一個開機的 一堆人有一個開機的 那我就說你收隊 那你去電機就笑一下 是的 我就是這樣 喂阿蛇 那我沒有口罩 不如你收隊 吃雞粥和乳鴨 因為你收隊 他們Bewater就收了 他們也不是佔領 他們Bewater 收隊就大家開心 為何要這樣 聽我說 有一隊真的退後面 之後換了速龍 狂暗暴警察 那些就要清楚 又標上來了 又標上來了 盡量輕鬆一點 就算你生氣 那你可不可以罵他黑警呢 那人有言論自由的 那你當然可以說他 是不是 但是我在想 你除了說他之外 你可以製造示威牌 有個戰爪指著 黑警指著 開心點 不是 是個警察的 警字就是黑色不捨 黑色不捨 是個警字 我沒有說什麼 沒有說什麼 就是大家試試 輕鬆一點 氣弱 有點囂張 但不要這樣 好像傑斯特那條影片 我剛才看的 我覺得其實他越來越高 情緒越來越高 基本上他去到一個自己 都控制不了自己 那天我忘記了一個新聞 有一個女人 因為有一輛貨車 在門口撞了店鋪的招牌 然後他就說話不行 他有人賠500元 人民幣 那人不肯賠 駕車離開 那他當時的衝動是怎樣 又躺在車面前面 攔著車 然後車掛了那個 然後車掛了 我們說過 車掛了我知道 那個傻的 傻的 今天這一宗就發生在廣州 有三個打算去長沙的旅客 因為他遲了 列車已經停止檢查票 關閘閘門才到閘門 這些就好 這些就立即控制不了 這些就要拆開門上車 你猜 你想像你剛才看的那條影片 那個阿爹一樣 拉開門上車 其中一個女人情緒激動 爬進去的閘門 因為關閘了閘路 爬進去 另外兩個人跟著 到了月台 另外不停拍打的列車玻璃 和把腳伸進去的列車 和月台之間的空軌 即是 撞我吧 你載我吧 P-Se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即是坐那班就會死 即是在他的角度 是的 多名職員上前阻止 他不停說 不行 開門了 開門了 這樣 我趕不了上班了 最後這輛車都耽誤了 這間中也有發生的 那些情緒可以連續機都熟悉 那時候等著那個老公 也是 等多一會而已 不用這樣吧 要死 那是飛機嗎 車來的 車來的 高鐵 你說這些情緒有多危險 如果你真的開車 又如何伸出腳 會怎樣的 不會開車 當然不會 他就是預計你不會開車 是 但這樣就 其實我也做過一個 其實可能是有些人 他沒有想多一步 不回答這班就回答下一班 他設定了是那件事 除非你的心態好像那晚一樣 你以為沙田那班是最後一班 除非你是這樣想 你記不記得那晚 因為大家以為是最後一班 聽聞是最後一班 除非是這樣的 那個不同的情況 心情是很危急 很害怕 無法回答 怕同路人回答不了 所以就阻礙 我們經常都說 其實警察都可以想多一步 你試試找一次 你不出現 其實大家都好 你們有這麼累了 這麼多星期 你試試找一次遊行 但這樣也不理想 大家時間就大家散 包括警察 其實我們黃絲或民主派 或反對派抗爭者 其實是很不穿的 因為我們輸兩範 我們輸警察 還有我們又輸黑白兩度 我們看電影都知道 現在黑白兩度都是動我們 黑就是藍絲帶那些 例如那些藍絲帶來 我們遊行的時候 例如沒有警察了 有些藍絲帶來 中狼 例如我說了多少 他沒有包袱 你記不記得五年前就是這樣 其實他先來第一陣 多數都是 即是六、八、九年代 其實跟現在有分別 那時候先找黑社會 當藍絲帶動我們這邊的人 如果有很多人 我們可能都不甘示弱 這是人之常情 於是你就白了 又麻煩了 那個狀況更麻煩 你記得五年前我們經常都是這樣 所以沒有警察 未必是最理想 但是那些警察如果是 捉了藍絲那邊 又是不理想 那警察那怎麼辦 其實我們輸很多 我們很麻煩 我們真的是爬山 其實我們是液水行舟 其實我們是很危險的 所以現在有些年齡牆的年輕人 Bewater又回答你 我們六個星期 其實我們有什麼容易過 但我們也走到這步 對嗎 不斷升級會死人 不,繼續用智慧 繼續用智慧 這個真是最重要 不用那麼害怕 我知道 其實害怕就兩分 我再說一次 其實到今天 每個人都害怕 但回頭問我們 我們縮不縮 縮不縮 縮不到 不,再用來掃 繼續用智慧 想東西 Be water 多想一些東西 對,多想一些東西 還有什麼都 很厲害 譬如大陸為什麼會每次都動手 我們經常覺得 現在香港也有這種風氣 藍絲那些 動手 有時候就載不到車 動手 但是他們的風格 對 為什麼會這樣 你看蔡英文在紐約 不可能沒有留意 她住了兩天酒店 打足兩天 打到很厲害 在她的酒店門口下面 就是拿著五星旗的 打那些青天白日滿地紅 不斷打的 跟香港其實是一樣 紐約的警方有沒有抓那些 拿著五星旗的貿易 搞不定 她勝在也是人多人海戰術 譬如這裏可能有一堆打緊 然後隔少許地方 有一班都很和平 拿著五星旗在歡迎蔡英文 但她又會找些人過來 在另一個範圍 又衝那班 搞九十多單 又是搞得大家頭痛 十多億這些中國人 她輸5%全世界輸出這些人 這些可能有些是移民去美國 已經淹死了 怎麼搞 她還要大大聲 我是中國人 你是什麼 所以有人找出去 但你一檢查 她又拿著美國護照 但她又拿著占五星旗 其實好像飛越風人院 放了一班人出來 我的問題就是 完全沒有邏輯 那班人 她的邏輯不是沒有邏輯 她有一套特別的邏輯 她是中國人 但她同時間可以拿美國的護照 是沒有關係的 這兩件事 這班的男主婦 她覺得 她的邏輯是這樣的 她也會有第二個邏輯 我開街站 我就遇到了 她有個邏輯 就是說 你是中國人 為什麼你要說中國不好的事 大家知道 有個叫愛之心責之切 就算你覺得自己是中國人 你覺得自己的中國是可以更加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中華文化都有 那些什麼勸奸的皇帝也好 即是有些爸爸媽媽覺得我做錯事 你都不應該說我 就是這樣 勸奸就叫做死奸 他們的邏輯是這樣的 例如爸爸媽媽這樣 例如他扔垃圾說髒話 爸爸你不要說髒話 我也可以這樣說 關你什麼事 爸爸媽媽這樣 自古以來也有很多這些 家醜不出外傳 我有個分析 有兩種人組成的 第一種人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是一個很小的小孩子 現在可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九六幾年 現在他幾多歲 如果他六幾年 七幾年是小孩子 現在最惡史倫敦的 通常都是文革十幾歲 十三四歲 他就是文革的時候 五六十歲 現在就輸出這個時代的人 大媽級 大媽級 為什麼那些大媽這麼沒文明 這麼大陸的 這麼雷紋 為什麼呢 他們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他們是十歲八歲的時候 小熊根 熊衛兵 我在大陸有時候會跟一些 以前有大媽有這樣跟我說過 大約他的心態 他有一道很長篇大論的理論 但是簡化來說 就是他覺得 國家欠的 他犧牲了青春給這個國家 他那時候他都想 他眼看著今天的新一代 每個人呢 譬如大媽看著今天年青的女生 你每個人扮得鬼火這麼漂亮 你喜歡穿什麼衣服 就穿什麼衣服 但他就開始生氣了 他覺得 我以前什麼都沒有 可以這樣解釋到他們的現象 所以就有一種怨憤 有一種怨憤 帶著一種怨氣 怨氣和沒有文明 還有不懂什麼叫做文明 那一代就是這一代 另外有一些人是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我的看法就是 八九六四之後 六四之後 向錢看 向錢看 主要是這兩個世代 現在是全球輸出這兩個世代 那些劣質的 黃禍就是這個意思 黃色的黃 黃種人的黃 黃禍就是這個意思 整個黃禍是遍全球 香港當然是首當其衝 而且越來越不覺得 他不覺得 需要改變他們的政府 或是政府代不代表他們 還是他接受了不可以改變 不想的了 還是他覺得是這樣的 他們很多時候會有這樣的解讀 就是共產黨很辛苦 叫你反過來 他也很輕鬆 反過來你想想 叫你管十幾億人 不是很容易的 包容一下 也不僅管 要你監視著這麼多人 你也很辛苦 你生了十個兒子 要看著你 有沒有頑皮 都是很累的 打他就會到處都是打的 那些很暴雷 所以香港 我剛才還不是說 黑白兩度都是這樣 其實警察也是這樣 這些黑 我當這些黑 都是 你在連龍牆也看到 都是這樣 就是撐警 市民也是 我遲了搭不到那班機 我就打那個空腹員 類似這些見過 對 就是那兩代 文化大革命那一代 和八九六四之後那一代 那兩個世代的人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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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一個共通點 共通點 就是森林定律 他也是相信的 就是 太弱流口 有很多事情 手掛硬最重要 要解決到 說什麼法治 你經常聽到 林鄭說法治 其實難聽過粗口 大哥 你作為這個國家其中一個地方的領導人 你有什麼資格說法治 大哥你最清楚 在裡面哪有人會說法治 沒錯 森林定律 兩代人都相信 但我們香港的抗爭者 尤其是年輕的一代 我們在文明的社會長大的時候 你看到他都說包手 都會用膠瓶去包 他是那種思考模式 合法的範圍去想 不是想一些很毒的事情 很混亂大陸的 這兩三天 如果你有留意那些 我有時都會上Twitter 譬如他們在Twitter 他不會讓人民上Twitter 很矛盾 但他們又會用他們的洪荒之力 在Twitter那裡霸地盤 譬如《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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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上etty smaller 《環球時報》 你寫完了gnath 一點半去就寫完了